好,我们来讨论一下8.1的练习题 所以这一题第一题 右图 我们有O为圆星点ABC 把圆 三等分 这一边的意思就是说呢 AB的弧会等于BC的弧 会等于AC的弧 这一句话本身带了意思 他要你证明ABC就会是一个等边三角星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意思 就是点ABC把圆分成了三个等分 过后呢 AB的弧等于BC的弧等于AC的弧的话 那么我们的AB的直线 会等于BC的直线 会等于AC的直线 这一个呢 是我们那个圆星角定理里面的其中一环 OK 然后呢 既然他三个边都相等了 那他就是一个等边三角星 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去证明什么那个 全等三角星啊什么的 所以这个应该不太需要 那AOB的角度来讲呢 因为他分成了三个等分 我们的AB弧等于BC弧等于AC弧 除了他的弦长一样以外 他的圆星角也一样 也就是说角AOB等于角AOC等于角BOC 所以我们把整个的圆 整个的周角 我们周角就是360度 分成了三个等分 我们360再除以3 那你就会得到AOB等于120 OK 所以你的做法来讲 不是很 我不太认同啦 不过你 你做得出来答案是一样啦 那你这个30跟30怎样得到 好像就是等 你的3030是用等 等边三角形 一个角是60度 然后呢你再除以2 所以一边是3030 你再用180-30-30 这approach不一样啦 不过到最后呢 你就看到说那个角度是120 是没有错 OK 好第二题 U图我们有O为原型 AD是直径 AB的弧等于BC的弧等于CD的弧 那BOD的角会等于多少 那既然AB的弧等于BC的弧等于CD的弧 这个是以致的条件 再来的就是AOB会等于BOC会等于COD 这个就是原型角定理 过后呢 如果假设这三个角我们就叫它X好了 那我们就会有三个X等于180 那一个X就等于60 而BOC呢占了两片 所以交两个X 两个X就是两个60度 乘出来也是120度 OK 我的也是因为前面那一题也是120 所以这两题都是120度 第三题 U图我们有O是原型 XZ等于YZ弧 过后呢还要你证明等药三角形 所以跟我们前面的一样了 因为你的这个XZ的弧等于YZ的弧的关系 那就会告诉我们XZ呢 就变相的等于YZ直线 这个跟这里有什么差别呢 一个是在讲弧 另外一个是在讲弦 因为在同样的 在同样的圆里面 或者是相同大小的圆里面 它的弧长一样 它的弦长也一定一样 OK 如果它不同大小的圆就不一定一样了 那若XZ所对的圆形角等于140度 也就是XOZ是等于140 那XYZ的三个内角怎么算 我们知道这里如果XOZ是140的话 那YOZ也是140 OK 然后呢 这里140 下面这里 这里也是140 我们再用360-140-140 So 等于280 360-280 等于 80 80 对80度 所以 剩下的那两个 这几个角呢 我们内角的话呢 再讲的是XZY 还有这个ZXY 还有ZYX 那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其实这三片都是等腰三角形 XOZ ZOY跟YOX这三片都是等腰三角形 因为它OZ等于半径 OX也等于半径 OY等于半径 所以它有 其实这三片都是等腰三角形 那等腰三角形呢 我们知道了里面这个顶角 我们要少 我们要少剩余的 我们用180-140 就等于40 再除以2 就等于20 也就是上面这个是20 这边也会是20 这边也是20 这边也是20 那180-80 就等于100 100再除以2 等于50 这边也是50 所以50加20等于70 对吧 20加20等于40 所以它的内角呢 就会是40 70 70 给大致上是这样子 我没有看清楚你的那个计算 不过呢 大致上呢 应该都差不多的做法 因为这种提醒来讲 它做法很多 反正你找到40 70 70 就对了 再来看这题 第四题 右图我们的O为圆形 AB是直径 CD也是直径 OE垂直于AB OF垂直于CD 那C AC 还有 跟哪一个互相的 那我们就会有 对顶角 对吗 AOC跟DBOB呢 会是对顶角 那圆形角一样的情形 在同一个圆里面 圆形角一样 它所对的弧也一样 所以DB的弧呢 其实就会跟AC的弧 会相等 OK 再来呢 他就问了 DE的弧又会跟哪一个弧相等 DE的弧 那你会看到呢 CD因为是直线 所以如果我假设AOC是X的话呢 DOB 也是X 因为它是对顶角 过后呢 COB 因为是直线的关系 它有 180-90-X 就会等于这个 EOD的角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再来我们看另外一边呢 就是COD 下面这边也必须要180 那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角好像也是180-90-X 所以这个角呢 会是一样的 所以当这两个角一样的情形 那这个FB 就会跟这个ED呢 是一样的弧长了 所以呢 这个ED就会跟BF的弧是相同的 OK 所以这个大致上是这样子 然后呢 他就问你 我们现在有两个不同大小的圆 OA 不等于OPS 他们的 但是他们角一样 请问这个AB的弧 会不会跟XY的弧一样 不一样了 不相等 因为它半径不同 半径不相同 就是不是等圆了 我们的条件呢 我们的圆形角定理来讲呢 它必须要条件是 要么就是相同的圆 要么就是等圆 就是同样大小的圆 你这两个条件不符合的话呢 那个圆形角一样都好 它的弧呢 是不一样大小的 OK 所以这边呢 就不同了 因为它半径不相同 就不是等圆 所以就不符合 我们的圆形角定理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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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